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处理大爷妹尸体的时候 大爷妹突然睁开了眼睛 老杰克并不慌张 好像见怪不怪了 但是大爷妹并不相信自己死了 老杰克就把医院开的大爷妹的死亡证明给他看了 说你出车祸已经死了 这就是老杰克在给大爷妹心理暗示了 但是小眼哥还不知道大爷妹已经死了 就去找到大爷妹的妈妈才知道这事 小眼哥也是一样不相信大爷妹死了 大爷妹还停留在不相信自己已经死了的事实里 而老杰克则一直在给大爷妹暗示你已经死了 并且给大爷妹注释了一种说是防止身体僵化 其实是一种强效催眠药 这天老杰克出门但是把钥匙留在了衣服里 这里试想一下如果大爷妹是真的死了 那为什么老杰克要把门锁上呢 对吧 大爷妹就想着逃跑 刚打开门就发现老杰克回来了 就想着打电话给小眼哥 在和小眼哥说话的时候 虽然说出去了 但是对方听到的只是电流声 这也是老杰克早就做好的准备 防止这些死人给外界通电话 老杰克也再次给大爷妹暗示再加上化的妆 而大爷妹也终于接受自己已经死亡了的事实 细节来了 在大爷妹闭着眼睛呼吸的时候 镜子中出现了水雾 那如果是真的死人会出现吗 老杰克发现了在楼下的小杰克居然也能看到大爷妹 之后就对小杰克有了收徒之心 实则就是培养下一个杀手 这天警察来访又是一个细节暗示 警察一转眼就发现大爷妹的头转动了 小眼哥还是不肯相信大爷妹已经死了的事实 就跑到老杰克家里来 但是这时大爷妹已经被老杰克催眠了 就没有回应小眼哥 跑去找到警察还以为是老杰克害的他 但是警察都以为他伤心过度 安慰他 老杰克也把大爷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上葬礼 这时老杰克拿了镜子给大爷妹看自己 呼气的时候大爷妹也发现了水雾慌张了 老杰克又拿出强效催眠药给大爷妹来了一针 葬礼上小眼哥的一吻 差点吻醒了大爷妹 老杰克一看就慌张了 急忙地把盖子盖上 晚上小眼哥独自喝着闷酒 老杰克就来挑衅小眼哥说 其实大爷妹没死 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惹怒了小眼哥 其实老杰克是把小眼哥当作了自己下一个杀人对象了 就急匆匆地开车去大爷妹的埋葬之地 在棺材里的大爷妹也醒来想打开棺材盖 但是由于最后养肌不足是真的死了 来到墓地后小眼哥抱出了大爷妹 给大爷妹做人工呼吸 万万没想到我 万万没想到大爷妹居然醒了 在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大爷妹的指甲 就是刚才大爷妹抓棺材盖抓出来的 其实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小眼哥在开车去的路上同样出了车祸 那一切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最终老杰克也带着自己的传人小杰克杀了小眼哥 所以一切都是老杰克精心安排的 他给生者洗脑打针 拖小杰克下水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变态连环杀人狂 屋子里墙上贴的那些照片 正是所有他杀过或者即将要杀的人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爷妹是真的死了 而老杰克则是一个真正的入恋师 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渡王魂 不知道你们更赞同哪一种说法呢 我是悟空 我们下期再见